国家社区因为没有自己的社区 外人中心在世界的照项地来办外党 经过帝衡的努力 现在除了一间美类的外人中心 也和整个社区是竟家团结 而且从今年八月开始 国家社区也开始来办理 以后失地和失灵的课程 让丁波可以吸收健康医疗的相关地震 未来也将会推动丁清实党 落实登记照顾政策 人家是不爱运动 就会增加身体体化的速度 但是有时候 使得人要运动也不太方便 所以除了跳健康抄以外 最近还有演化出了一种浮沼钢骨 让中部的这个时刻 寻寻在家也能够多多健康 保持身体健康 透过乐林的规律运动 让长辈的身体更健康 然后让他们的四动人生的口动 脑动运动还有互动 都能在乐林的生活里面落实和实践 是小处啊探纸拼数夜 让中部的就常常一个人在家 不是看电视就是让电视看 因此处国家社区发电厚会 除了推动关怀的几点 在今年八月就推出 以后失敌失灵的课程 增加十多人健康医疗关联 目前是分成两个班 就是礼拜一跟礼拜四的早上9点到11点 那我们一班都大概20个左右的长者 那我们就会一系列的给他们做一些健康保健的尝试 还有一些运动的方面的指导 然后让长者能够更健康 然后他也可以延返他们失智失能 一开始因为没中地就要四处去找 但是经过社区基民付出很大的努力 现在发电的状况不计越来越好 马云处和金阁社区都很有向心 自当中有30个这天烈心道理就看得出来了 虽然天气很热 可是他们也是很热心很踊跃 要来参与这个逐边的活动这样子 那我们的PK赛更有信心更努力 大家很踊跃 谢谢 因为在社区PK赛第一阶段有很好的信息 也让地方有资源继续来推动社区营责 他也希望在在享用等级照顾政策的东西 也能为国家乡搭着地线间站去应观光人条 记得收到最后 彩虹博德